我部分大家習慣一下這個視覺圖 那畢竟美元一百塊就是綠色的 所以他們綠色是代表是大漲 那在這個視覺圖當中 你看到這個區塊最大的都是全值股 那這一張圖呢 我抓的是一個禮拜以來 美股的表現 那上個禮拜五的美股大漲 這個我們就不多提 我們主要看一個禮拜以來 到底美股的漲跌 到底都集中在哪些區塊當中 在這張視覺圖裡面呢 最大區塊的就是Apple Apple一個禮拜上漲了超過兩個百分點 那其他你可以看到最明顯的 包括像是GE啦 Johnson & Johnson 然後亞馬遜 Google 臉書跟微軟 那金融板塊幾乎是全面上漲的一個狀況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視覺圖 大概可以掌握到美股的重點 上漲的重心就在全值股 而且是以科技股跟金融股為中心 所以其實在整個美國股市上漲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看的是在整個結構的一個發展 上個禮拜五 NASDAQ已經創下了波段的高點 但是回過頭來 我們可以看到 在稻窮或是S&P500的指數上面 都還沒有跟上來 所以其實在結構上面 對於這些四大指數的表現 就會相對來說有些差異了 所以其實可以從整個K線圖的形態來去做掌握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 稻窮工業指數其實它還沒過前波的高點 那前面一波就更不用講 我們如果把時間縮短一點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大概去掌握就是在上方的缺口 它還沒回補 那如果是從NASDAQ指數來去看的話 你可以看已經創下波段的高點 但是要留意一下 其實創高之後不見得真的就是好事 因為它的漲勢太過集中在科技類股身上 未來只要金融市場進行一波的調整 我認為在不管是在道雄工業指數 還是在其他的高科技類股上面 它的風險還是很高 大家要小心 好 韋傑你剛剛特別提到說 這個風險要特別小心 到時候我們所看到 雖然看似相對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可是科技類股似乎一棒接著一棒 最初從肺斑的開始 或者是包含在蘋果的開始 都有一些挑戰新高 或者是強漲這樣的機會 那麼對於國內的話 我們先留個伏筆 對於國內聯動裡頭的話 似乎科技類股跟進的效果的話 會不會也有極其之罪的味道 還是說現在來看 就是一個風險大於獲利的可能性 這一點我們等一下留個伏筆 要等韋傑來告訴大家 到時候現在來看一下 美股表演之下的話 奮起台北股市 這個禮拜可能是一個助攻或上攻的力道 這是在今天新聞面的重點 真的是這樣子嗎 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把這兩個再加在一起 大陸傳聞當中 嚴打挖礦 挖礦就是比特幣這一塊了 台西供應鏈的話 又是一個大幅度的警戒 在整個上個禮拜 或者是一兩個禮拜下的話 一些挖礦題材 讓整個台幣股市通通都熱了起來 但是呢 比特幣卻是空聲大作 一週又暴跌了25% 又是暴跌25% 之前大漲變大跌 這下比特幣這個行情 又該如何觀察 其實從比特幣的行情當中 我們過去在節目當中 一直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比特幣的行情 其實它就是屬於一個 比較投機性的一個炒作 那麼國內的相關的這些類股族群 都是搭上比特幣上漲的一個熱潮 但是其實從整個投資的邏輯架構來看 它大概是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比如說比特幣它是在上漲 那你去買到了整個比特幣的供應鏈 它真的就是跟比特幣的漲跌 有絕對的關係嗎 不是喔 你看到6150的漢遜 包括5386的這個清雲 其實它們都是基於它們的元月份 甚至在二月份營收連續成長的 一個情況當中 股價才出現了飆漲 而在整個營收表現的部分 是優於市場的預期 也就是說它們在有短線上面 有基本面的一個加持當中 股價當然是持續的往上攻高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因為比特幣這個價格的推升 而去帶動了它的整個這個題材 如果你是這樣想 而且如果大部分市場上都是這樣子想的話 那當然未來的這一些相關供應鏈的這個修正 就是一定會持續的 講一個簡單邏輯 如果你去收藏一張這個西式珍寶的郵票 這個郵票在市場上流通的價格 從一塊錢大漲了一千萬倍到一千萬好了 你會因為它的價格大漲去買進郵政公司的股票嗎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邏輯 那比特幣跟它的這個相關的顯卡 相關的這些概念股 其實就是同樣的邏輯 那所以其實在這樣的一個邏輯帶動之下 你就知道接下來 其實在比特幣的相關 過去是利用挖礦或比特幣熱潮 所潮起來的這一些個股的股價表現 其實如果它的營收是跟不上的 那它的股價就具備有非常大的修正空間 上個禮拜四禮拜五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它的修正是非常的慘烈 所以在這個節目當中 其實不論是這個蘇緣哥或是韋傑 其實都一直提醒我們節目的忠實觀眾 比特幣的這些相關的概念股 它就是一個投機性的行情 所以相信我們的忠實觀眾朋友 應該都是沒有受到這一波的一個傷害的 韋傑你剛說到這邊的話 其實比特幣在過程當中的話 其實它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風景性比較高的一個 這個話題了 那麼對投資貿易的話要特別小心 只不過之前帶動台北股市的飆漲 現在呢 包含台積電林發哥的話 美林列入焦點 美林論壇禮拜三到禮拜五 列入焦點的話題 都是屬於到全資類股身上 綜合在一起的話 還能不能帶動台北股市呢 其實全資股的上漲 才是真正台北股市的一個底氣的存在 那當然台積電過去在這個 比特幣熱潮的一個情況當中 也說台積電有接到這個挖礦的一些相關的訂單 但是其實比較從這個中性的一個角度去做觀察 這一些對於整個全資股 甚至在這個全球的一個大廠來說 都是屬於一個短線集單的效應 那在短線集單效應已經結束的同時 回歸到基本面今年開始台積電他在三月份的營收 能不能夠衝破千億元 這個反而是外資法人一個觀察的重點 如果台積電的這個三月份營收能夠衝破千億 那就表示台積電的這個第一季的裁測是能夠達標 如果第一季的裁測能夠達標 那麼對於未來台積電的股價表現 當然是有正面的注意 那另外在聯發科的部分 與其你去看聯發科的一個手機晶片 我建議大家不妨去留意一下 聯發科他在未來不管是在相關的IP授權 或在ASIC客製化晶片的一個發展 我們有說過其實在聯發科的中國大陸的物聯網的生態圈當中 其實是佔有一席之地 尤其是他跟中移動還有華為集團的合作 其實更是未來聯發科發展的一個重心 只是說最近的股價仍然是在做一個整理的區間 因爲什麼 他的一月份跟二月份的營收還沒有讓你能夠看到 他的一個業績成長的表現 甚至在毛利率的提升上面 也還沒有看到明確的發展 所以其實在整個聯發科未來的走勢上面 我認為都還是先中性保守觀察 等到他的毛利率真的能夠攪出亮麗的成績 或者是營收開始出現成長 我們再去進行掌握聯發科未來的股價走勢就可以 好 這樣聽起來的話 韋傑這個談話當中 事實上也感受到說 還是抱持是一個比較中性 甚至於偏保守一個觀察的態度 好 另外一方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看到新iPay 蘋果這一塊 相關的供應鏈會不會比較喜樂 這個話題事實上討論了很久 說擔心說蘋果的部分 人家股神巴菲特他說 如果你一輩子買一檔股票的話 他就是壓寶在蘋果的身上 出新的IBM 結果重點就是壓寶在蘋果的部分 那麼蘋果的話也沒有漏氣 看起來消息面都不是太理想 可是股價卻漫步的墊高 而且有挑戰新高這種機會 你還會看好嗎 好 其實過去蘇選哥 一直都要幫大家掌握一件事情 就是蘋果的股價有沒有創高 跟各位報告 上個禮拜五 蘋果的股價已經創了 它分割股票以來的新高 那這個對於相關來說 短線上對於國內的這些代工廠商 其實它是一個短線的利多的刺激的題材 但是從中長線的一個發展來看 國內的這些相關的蘋果供應鏈 其實它做的就是代工 那麼它這一則消息 它所提供的就是iPad要發行 所以相關的供應鏈 會有接單的一個熱潮 但是代工製造業 其實它看的是一個增量的效應 那麼今年的iPad銷售量 預估跟去年差不多 大概就是4400萬台 那也就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它沒有增量的存在 那既然代工製造業它需要的增量 它已經這個條件已經不存在 那你怎麼會期待說中長線對這些iPad的相關的 代工產業鏈的這個股價是有所期待 因為了不起它的營收就跟去年一樣 那除非它有一些額外的一個新的題材 或是新的營收進來 才有辦法推升它的整個股價往上 否則如果單就整個蘋果的新iPad的這個銷售來看 對國內的供應鏈我認為倒是加持的機會不高 所以在短線上它有可能是一個利多刺激的一個效果 但是就中長線整個公司跟產業面的發展 我認為是屬於比較中性保守看待 好 我覺得部分事實上看起來的話 大家喊得正大聲 可是你還是抱著是一個中性保守的角度來看待 另外一個焦點話題 這個地方看似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策略 能不能得到你的青睞了 看的是高值率的股票帶頭公公嗎 高值率股票的話也有可能一個狀況 如果天這個如果出現跌價的話 值率的話可能會相對拉得更高 反而是賺了這個股息可能賠了價差 能不能觀察呢 好 其實真的蘇聯哥講到超級重點 因為你要投資高值率概念股 你一定要非常留意它的產業趨勢到底是不是正確 那很有可能 如果你是只看到它的殖利率 你就會賺股息賠價差 那當然在這個高值率股的帶頭公高的情況之下 當然有很多的高值率概念股 都會是屬於比較偏低價的一些相關的個股身上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去把這些族群去做一個區分 如果你看中的都是在一些比較屬於低價的 然後透過它的一個配息 能夠讓你看到高值利率的這些個股 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因為它的股價會一直長期的處在低檔 不是它產業出了問題 就是其實它真的在營運上面都沒有太過出色的表現 所以它的股價一直上不來 那如果你是選到這樣子的一個高值利率的題材 我認為大家真的要小心賺股息賠價差的風險 如果你能夠在相對進場的成本是比較低的同時 然後說享受到的這個高值利率 又挑對了一個正確的產業 加上它未來的營收展望是非常良好 那你就很有可能是一個雙賺的一個行情 所以其實在高值利率的一個概念股的身上 我認為你還是要去挑一個產業趨勢的發展 會是比較這個選股的重心的 好我們最後再薄一點時間來看一下 有個個別的題材 尾創部分轉股有成 這個超出預期大目按讚 真的那麼好嗎 另外一方面來看一下 生意族群的部分 為18加前2月年增將近有三成之多 當然生技族群的話 隨著股價表現具備想像空間 會不會個別理財獨善其身 兼善整體族群表現 其實在尾創的部分 它當然這個 因為它的整個營收跟未來的展望 其實慢慢都開始有一些明顯的營收成長出來 當然外資就會開始去做一個 調升目標價的動作 但是它的股價表現 還是屬於一個跌升反彈 所以我認為就中線上面來講 大家還是保守觀察 反而是在生技族群當中 其實過去一直以來 過去這兩年 因為新藥股的這個解盲的一個關係 大家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所以導致於國內的這些生技概念股 即便它有獲利有營收的 其實都沒有資金敢進場 但是因為最近的這個新藥股 包括像是益安 包括像科研 包括像是這個中育 其實都拿到藥證 而且呢 甚至像益安 它的這個授權金也入帳 那麼帶動了這一波的這個 新藥股的往上比較的一個題材 那麼帶動整個生技族群 也開始往上攻高 我認為在整個盤面上 基期相對最低的就是在生技族群 但是生技族群當中 你還是要留意一下 它的營收的表現 那營收表現要相對比較穩定 大概就會是在兩大類股當中 第一個是衣材 第二個就是保健食品 過去我們可以看到在盤面上 包括像是利豐KY 包括像是葡萄王 甚至在大疆的部分 其實因為它的營收夠穩健 那它的相對的評價是市場比較偏低 股價都在法人的加持之下 持續的往上去走高創高 所以其實在生技類股當中 我認為在接下來 台北股市的指數 或甚至在科技類股上面 有風險的同時 是一個資金不錯的 一個瞄準的方向 畢竟從整體的族群來說 它的基期是相對比較偏低 而它的營收 在今年大部分的廠商 都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成長 這個倒是今年度可以 另外一個選股的方向 好 好